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現在做一個小實驗 很短的實驗 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們車站的一個窄巷子 那到底哪個是警戒線 不知道 我們假設是這種磚頭色的 左邊這條巷子 那有的旅客是喜歡站在這個地方 甚至我們自己同仁也是 站在這個窄巷子 然後他如果站著的話 假設站這邊 那其他旅客要過來的時候就要越線 就要被他逼著越線 其實他自己站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用一個簡單的東西畫給各位看 就是我用我的粉筆 然後以我們在人的一個身體寬度 當然每個人會有一個安全距離嘛 社交距離 所以我們畫出來給各位看 我大概畫三個圈讓各位看 當你站在這個地方不動的話 會害別人怎麼走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假設鞋子在裡面好的 那我用我手來畫 一般常見的社交距離 這是沒有特別 沒有特別怎麼樣的 沒有特別怎麼樣 他總是會閃你嘛 所以你看我手碰得到吧 好 這地方 我們再過來看一下 好 他可能也會閃你嘛 好 那或者是我們剛剛有的比較自在 他可能不會後面緊貼這個地方 我剛剛那個畫是有緊貼 他假設站一般不會緊貼的話 或是後面有包包 我站一個一個 兩個手掌距離不為過吧 可能包包 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好 要畫一個社交距離 好 或者說太大好 那沒關係我們再進來一點 這邊好不好 這邊 輕一點 你看 這個圈圈代表什麼 各位注意看啊 如果站在那邊 一般人可能為了客氣 不會太靠近 會走到這邊來 會走到這邊來 是不是 就是 這個距離我們越來越遠有多近 我用手當彼此 你看 兩個手掌而已啦 非常危險啊 這地方也是 其實他緊高的在牆壁 你看大概一般社交距離 可能是這個範圍 那這個人要走過去 可能就這樣子走 是這樣走 距離我們這邊幾個拳頭 幾個手掌 1 2 3 大概3個手掌左右 手一碰 站這邊 手一碰 就在越台外面了 非常危險啊 所以場站的設計不良 讓旅客從那邊出來 就有可能 一動線上 馬上就在緊接線外走 再加上如果有的同仁 有旅客講不聽 他硬要站這邊 他說我沒超線啊 就害別人 在緊接線外面走 這簡單實驗 各位看得懂嗎 所以這個 要怎麼宣導 我不知道怎麼宣導 因為你就挖個洞 在那邊要等著旅客 等著 等著旅客跳 等著我們這些工作人員 不注意 剛好有人走外面 就可能會發生事故 能夠理解嗎 好 開到這邊